小蘭又來修理啦 因為那個驅走後油封在漏油 所以要拆那邊那個離合器都要下來 然後現在這個情況大概跑90萬左右 90萬公里左右 離合器片已經差不多了啦 扭扭丁也快要到了 可以用啦 可是這個既然有拆下來就把它換掉 離合器三寶全部都要換掉 這個還有點 這邊都把它換掉了 然後這個沒有換馬 灰輪沒有換馬 但是你如果換補拉雞棒 你要記得灰輪上面的白零魚要換掉 之前那個手牌 毛毛的西亞里的這一顆白零魚爆掉 所以變成有時候離合器踩下去 車子還在那邊動 還會這樣吐著吐著吐著 像要前進這樣 這個要換掉 免得下次又差一次 你看這個這樣稍微卡一卡 然後波差也有換掉 這個是別人的 那一組是我的 變速箱在這裡 這個杯子也都要換掉了 也有阿滑味 都有阿滑味 都稍微有阿滑味 這個都把它換一換 這個就白零句 還有波仔 撒克室耶 待會兒那時候我可能熱門不會騎 那個很重 裡面有這個還有 127片哪有壓板 這個可能沒問題 夭壽 夭壽 這個很重耶,你要來幫我看 這個就是 不要令部 揮輪的,不要令部 FAGA 那你一個摸不走 我們兩個也不知道摸不走 怎麼搬的啊 他們兩個人抓繩子就上去了啊 我們也抓繩子啊 啊你看我們兩個搬不動啊 他們兩個很用耶 你看連那個腳都沒有起來一下 哈哈哈哈 喔喔喔喔,你要做女超冷的 等一下,來來來,我要幫你倒摸 倒摸 好,這超40 40公斤 你沒辦法啊 手手手手手 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就是這兩組啊 有幾兩組啊 有兩組啊 過差的行嗎 德國唷 接不穩 這也接不穩 新的就沒有收費了 這個都沒有收費了 這個有換齁 你在換檔比較不會有混錯感 一邊都開開 這個啊,這個快要倒了啊 怎麼看啊 這個螺絲孔啊 這個是還可以用 但是已經快到了 你如果繼續用下去 會把那個螺絲磨壞 然後他就會掛到這邊 怎麼看他要倒了 那你這樣看他就很薄了 薄嗎 對啊 還可以用啦 但是差不多已經快到了啊 他如果磨損的話 就會把這裡磨壞 這一片是不用換的 但是你如果刮傷 太多的話 你變成連這一塊都要換掉 這一塊有要換還是不用 這一塊不用換 但是這一塊的 裡面的這一顆軸層要換掉 他已經卡卡了 啊我之前 我某某有拆過一次 就是這一顆 裡面的竹啊跳出來 啊結果拆變速箱 這一顆很便宜啊 這個一兩千塊的東西 但是工資要六七千 就為了拆這一個 就是要跳那個 對 這個正常保養 跑九十幾萬了 差不多 算真的有動 糟糕幾萬了 算真的有動 大部分如果不跑市區的話 破百萬都沒什麼問題 這顆也 倒是跳出來 這顆也 這 這裡面有一條竹子 也已經跳出來了 裡面一條已經長了 這有兩條 這也是薩克斯的 薩克斯的 薩克斯,台港和達富 看一顆新的 炒也沒有 開箱一下 哈哈 比較厚 這都不可以 對啊 都要保證 你不看它 這都要做幾個 啊不然它又多大 薩克斯 這又可以 那一條 他們都到齊了 我本來是要換那裡的曲軸油風而已 在肉園 所以整個變速箱要下來 然後就一起 順便消磨PIN都換一換了 這個波叉的PIN 波叉的PIN 換下來的 新的裝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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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的變速箱 加速箱 這顆的也要換掉 這個可以換掉 這顆要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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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還好 這顆我開了幾萬 又重五十萬 應該OK OK 這顆 浪費的 這顆 沒有那樣 一顆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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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這顆繼續用啦 哈哈 這顆 這顆不行啦 這顆太壞了 這顆太壞了 用作為換掉 散布裡面 這顆 驅逐後油風 這顆 這油風這麼大 我想說 想說可憐 差不多像這樣 結果剛剛 看的這一塊 就是驅逐後油風